十三啊,我老友的闺女明天正好有空,你抽个时间见一面吧 院长,真的不用了,我不想相亲 十三,院长知道你压力大,这么多年,你两个弟弟的医疗费都是你一个人承担 但你也要注意身体啊,你瞧瞧你,昨天都开始说胡话了 什么有九个角色美女围着你,争相地介绍自己 这都产生幻觉了,听老院长的没错 不,去见见那个女孩吧,就当给自己放半天假了 不是,院长,我没有说胡话,昨天 好了,地址我发你手机上,记得过去啊,就这样吧 我真的没有说胡话呀,真的有九个角色美女围着我 算了,就去一趟吧,不然院长又要找我喝茶了 我叫十三,是一个穿越者,跟其他穿越者不同 我只记得我是穿越过来的,至于穿越之前的事情,我是一点都不记得了 还有,我也不像其他穿越者一样,别的穿越者有金手指什么的 我却啥也没有,穿越到这里十八年了,无父无母,整天为了生计奔波 对了,我还有两个昏迷在医院的弟弟,每个月的住院费,对我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八号桌,找到了,赶紧走完流程,我是真的不想被院长喊过去喝茶 你好,我叫十三,滴滴汽车公司职工,年薪八万,有辆二手车,没房,好了,我介绍完了 你这是,在相亲吗? 啊,是你 十三,你这是来相亲的? 啊,难道你不是相亲对象吗?这不是八号桌? 这是八号桌,不过这里是VIP区,你说的八号桌会不会是大厅里的八号桌呢? 啊,抱歉抱歉,我走错地方了,不好意思 没事的,如果可以的话,我非常愿意 嗯,李小姐你说什么? 哦,没什么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待会还有事情,先走了,再次为刚刚的事情,向你道歉 夫人,主人她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 是啊,她对以前的事情是一点都不记得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等紫白他们苏醒后才能知道 夫人,主人她今天来相亲,你不打算阻止她吗? 没事,叔叔说了,十三她的姻缘都已经出现了 叔叔,连你也解释不了吗? 时空乱流,在我诞生前就已经存在了,那里面我也无法解释,紫白他们到底在里面发生了什么? 还需要他们自己醒来,才能知道 那紫白他们还需要多久才能醒来? 我已经帮他们重新梳理了一下身体,具体醒来时间要看他们自己了 十三她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 是的,她根本不认识我们了,不知道十三她还能不能恢复 不过这样也好,十三她之前一直想回到世俗界,如今虽然她失忆了,不过也算是完成当初的愿望 爸爸,十三既然从时空乱流众生到了世俗界,那说明天意如此,咱们为何不让她重新走一遍呢? 对啊,叔叔,这样会不会让她想起来呢? 你这办法说不定有用,不过谁来当坏人呢? 我操,你们咋都看着我,我好不容易才洗白,不但你们这样玩的,我跟十三的关系才缓和,你们就跟我玩这么一出 弟弟,这当反派你比较有经验吗? 有经验也不能带着我一个人坑了,哥,你这是坑弟弟呀 二叔,求求你了 行吧行吧,怕你们了,下不为力呀 谢谢二叔 我好可怜啊,懂消息吧,我先逐渐反派班子去 行了,反派有了,十三也该迎来自己的系统了 你们想要参与进去的,记得别露出破诊知道吗? 知道 太尴尬了,居然遇到李小姐 昨天他们九人的热情场面还粒粒在目呢 没想到,今天,相亲居然遇到了,还搞错了对象,丢人 抱歉,我知道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十三,公司职员,年薪八万 停 就你这条件,你觉得会有女人愿意嫁给你 你还敢迟到,你有资格迟到吗? 年薪才八万,老娘于堂里随便一个备胎,都比你有钱 你有什么资格跑来跟我相亲? 我猫妹的问一下,什么样的资格才能跟你相亲? 跟我谈对象必须有房有车,房子不能太小 下市市中心二百坪起步,也就四千万吧 我家的宠物需要足够的空间,车子起步一百万 太便宜了开出去没面子,每月我的美容护肤费 要在三万元以上,这些你能满足吗? 那你一个月准多少? 三千啊 你一个月三千,就要求别人每月给你三万 还要求在下市买套价值四千万的房子一百万的车 当然啊,我是优质女青年啊,多少人排着队追求我呢? 院长介绍的什么人,这样的极品你敢说是优质单身女青年 你赶紧走吧,别耽误我后面的相亲 我今天还有十八场相亲呢,穷屌丝,真会气 丁,任务系统绑定中,绑定成功,宿主是否领取开局大礼包 任务系统,你终于来了,你知道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天不负我呀,传说中的金手指终于来了,系统,领取新手大礼包 丁,恭喜宿主获得顶级跑车一辆,价值两千万 附赠加油卡五千元,汽车五分钟后送达 贴心的系统,连加油卡都给我备好了 你怎么还不滚,难道你看上本仙女了?我告诉你 没门,对了,记得给单买一下 今天我一定没看日历,出门碰见你这么个极品,我才会气 喂,你单怀没买呢,你想逃 先生,你的车已经送达,辛苦了 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兰博基尼,顶级跑车,你一个穷屌丝,怎么开的起跑车 谁还没有翻身的机会呢,是吧,渣女 十三,我刚刚就是测试一下你,你顺利通过了 我觉得你配得上我,赶紧带我出去兜一圈 你不经常的丑,你还想的没 像你这样的女生,这一辈子都嫁不出去 你不能走,我看上你了,你要对我负责 我去,你怎么这么不了脸,我不想跟你纠缠,赶紧撒开 我不信,除非你有女伴了,不然我就还有机会 你没机会了 你是谁,我跟我老公说话,有你什么事 卧槽,你还要不要脸了,我什么时候成为你老公了 不要脸的我见过,但这么不要脸的我真是第一次听说 呦 夫人,以后再下事,我不想再见到她 明白,带走 你们是谁,赶紧放开我,你们没权利这么对我 叮,恭喜宿主完成打脸拜金女任务,获得大礼包一份 宿主是否打开 这系统真给力,派人付助,你能帮我拿奖励吗 系统,打开大礼包 恭喜宿主获得云顶山庄一号别墅 云顶山一号别墅,似乎在哪里听过 谢谢李小姐帮忙,不然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应对她的极品女 不用这么客气,十三,可以带我兜兜风吗 如果你的保镖不介意,我挺乐意的 夫人,我先回去了 你要去哪里,我送你过去 我没有想要去的地方,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行吧,很荣幸成为你的司机 奇怪,这地方为何会有熟悉的感觉,好像来过一样 云顶山别墅不一直在十三名下吗 叔叔创造的系统,为何要再次奖励给十三呢 难道哪里弄错了 还有,这里不是有正法保护的吗 为何看上去是普通人的十三 能够轻松进入 太奇怪了,本会回去要告诉千语姐姐他们 十三,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吗 可以带我参观参观吗 嘿嘿,说实话,其实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来 你这样子可不像是第一次来啊 你对这里似乎非常熟悉呢 是啊,为何我会对这里非常熟悉呢 电视里看过,别墅不都基本差不多吗 李小姐,需要喝点什么吗 好的,我知道了,我等会就回去 下次再喝吧 公司有点事情,我要回去一趟 还有,你总喊我李小姐感觉怪怪的 我叫李淳一,你直接喊我淳一吧 好的,淳一 啊,这感觉怎么回事 好熟悉 十三,你怎么了 没什么,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走吧淳一,我送你回去 谢谢你十三,有机会再见 有机会再见 这下我也可以拥有追求你们的资本了 怎么回事 淳一总裁刚刚是从男子车上下来的吗 大新闻啊,淳一总裁居然约会男子 孔绍追求淳一总裁这么多次都被无情地拒绝了 你们说,如果这事情被孔绍知道了,那还得了啊 背后议论总裁思生活 你们是觉得生活乏味了吗 这是想找点刺激 对不起萧特主,我们再也不敢了 你饶了我们这次吧 对对对,我们再也不敢了 我们这就去做事 小李,将他们几人的情况反映给他们部门 公司太久没坏新鲜血液了 是时候考虑重新招一T人了 知道了萧特主 主人,你终于回来了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想起一切呢 芊瑜姐姐,我刚刚碰见十三了 对了,刚刚有个奇怪的事情 什么奇怪的事情 云顶山一号别墅不是在十三名下的吗 为何十三系统会再次奖励十三呢 淳一,你看见系统给十三奖励了 是的,十三的那个状态就是在跟系统沟通 叔叔,怎么了吗 这就是我今天找你们的原因,我制作的系统根本就没跟十三绑定成功 什么 叔叔,你的意思是说,十三身上现在的系统不是你创造的 没错,这个系统文明程度更加高级,不需要十三完成任务 任务内容也不会颁发 只是在十三完成某件事情后,会给出任务完成的提示,并给出相应的奖励 而且,这个系统跟十三的契合度更加紧密 爷爷,难道现在还有你掌控不了的事情吗 以前我也这么想,可如今 那现在的这个,十三会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十三吗 一定是,这个十三就是我们的十三 虽然说不出来,但他给我们的那种感觉,就是十三才有的,一定错不了 我也相信他就是十三,只不过这里面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好了,我们既然都相信他就是十三,那就努力帮助他完成任务 毕竟现在他身上还有一个未知的系统,说不定帮助十三完成某件事情就能触发奖励呢 小水说的不错,目前我推演的结果就是,这个系统不会对十三不利,而且这个系统的任务只有你能来完成,十三才能拿到奖励 这么说的话,那我先前帮十三赶走向轻仪,应该是替他完成了某种任务,这才奖励十三云顶山别墅的吧 淳一总裁,孔少来了 让保安赶走他,烦死了,一天不知道要来多少回 他跟主人起冲突了 什么 小子,就是你刚刚送淳一回来的,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你跟淳一到底什么关系 你哪位,我需要跟你解释 小子,帝都孔氏集团的孔少爷你都不认识,你还敢骚扰孔少爷看上的女人,你是当真活得不耐烦了 我还以为开的什么车,就这破车也好意思送淳一回来,你去最近的4S点订购一辆豪车过来,我要送给淳一小姐 小子,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才叫实力,什么才叫豪车 孔明辉,你有完没完了,我警告你多少回了,别再来这里烦我,信不信我让你孔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嘿嘿,淳一,你来了,我信,你说什么我都信,只是这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替你教训一下他 哟,给我联系在帝都的司马警,给他们孔家一点警告 淳一别生气,我就是想让这小子知道,追求你需要什么身份 我的事情你少管 丁,震慑帝都孔家任务完成,奖励下市豪车俱乐部股权百分百 哦好,一不小心,资产又增加了 嗯 你立刻给我离开,不然任何人都救不了你们孔家 小子,你如果是个男人,就别躲在女人背后 有种的就站出来跟我比试一下,吃软饭算什么本事 哟,给我将他打出去 等等,你想怎么比试 比财力,想要追求纯一,就必须让他享受别人享受不到的,你能做到吗 他不需要这些 不管他需不需要,你如果连实力都没有的话,你如何让他过得幸福 孔少,车一会就送来,劳斯莱斯七百多万,还满意吗 看到没有,七百多万说花就花,你现在能拿出来吗 纯一,以后你要去哪里直接坐这辆劳斯莱斯,到时候我亲自为你开车 我不需要 那我可要好好看看,这辆价值七百多万的号车 孔少你好,我是4S店的店长,这是你刚刚订的车 看到没有,这才是神豪该有的样子 董,董事长,您怎么在这 他是你们董事长,他不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吗 孔先生,这位十三先生,正是我们豪车俱乐部的董事长,还请你说话尊重些 他刚刚订购的这辆车,付款了吗 不对劲,孔先生,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汽车尾款的事情,这款老子莱斯落地价七百八十万元 这位先生刚刚代付八十万,还有七百万尾款,请问什么时候可以付清 什么,一个废物,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好,居然给老子赦账 孔少,我没这么多钱啊 十三,一起上去坐坐吧 好的,那就打扰了,记得让他付全款再提车 知道了,董事长 要,付完款记得将他给我丢出去 是,夫人 孔先生,如果你还拿不出尾款的话,车我就开回店里了 另外,你刚刚做的八十定金是不退的 滚滚滚,赶紧从老子眼前消失 哼,跟我们十三董事长比财力,不自量力 真是不知量力 你们帝都孔家在腾龙集团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家族 你居然也敢得罪我们主人,孔少爷,是不是很好奇,十三他的身份 你喊他主人,他到底是谁? 你知道腾龙集团有位神秘的董事长吗? 不,不可能,怎么可能是他? 没什么不可能的,他就是腾龙集团的创始人 那位神秘的董事长,也是我的主人 什么?他?他? 希望你能想好怎么跟你家族解释吧 爸 我不是你爸,你是我爸,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什么人你都敢得罪的吗? 你知不知道,刚刚帝都所有家族和企业已经开始打压我们孔家了,原因就是你得罪了传说中的十三先生 不,这不是真的 爸,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解释了,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家族在国外有点生意,你就去那边打理吧,如果没什么事情,你就不要回来了 不,爸爸你不能这么做,我是孔家少主,是孔家未来的继承人,爷爷他不会答应的 这就是你爷爷下的命令,麻溜的滚蛋,给孔家留点最后的尊严 千语,听说十三来了,他在哪呢? 嗨,好久不见 怎么回事,我为何会这么说,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啊 十,十三,你记起来了 记起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 紫白,你醒了 叔叔,十三哥呢,他怎么样了,有没有想起一切呢? 十三失忆了 快,赶紧帮助十三哥恢复记忆 一切都要靠十三哥,要快 紫白,紫白 叔叔,紫白,他怎么样了? 有股力量让紫白再次昏迷,他这次醒来应该是某种意外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连我都弄不清楚 紫白刚刚说,让十三赶紧恢复记忆,难道这跟他们昏迷有关吗? 有可能,我去找蓝风,让他动作快点 你们盯着点,看紫白会不会再次醒来 见过创世尊大人 创世尊这个名号,已经是过去式了,之前,咱们之前的误会 尊者都已经解释清楚了 解释清楚就好,我之前的那些手下 都在镇魂石之下,我想这么多年,他们应该已经改变了吧 冥王不好了,不好了,有什么事情直接说,这里没有外人 镇魂石刚刚被毁了,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冥王,可以带我过去看一下吗? 什么人会这幽魂感兴趣的? 原始,你这边如何了? 大哥,我将归我当反派了,有股神秘实力出现了 你现在是斗不过我的,时空之书我已经凑齐,你是那两个老家伙的传人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要死? 诸方世界,上下虚空,无所不在,玄天海,落地藏,我欢日月,我几天地,诸神听令,听我召唤 没用的,你根本凑不起十三位神奇,你拿什么跟我斗,十三,你终究保护不了祖星 十三,我承认你很强,不过可惜,你该用的招式都用完了,这次谁都救不了你了 不等约身去基于皇权,不入轮回,步行三界,过来加速,开启出生之门 十三,快进去,改变过去,咱们还有机会 怎么回事,刚才的梦,为何这么真实,还有,为何唇一会出现在梦中? 叮,恭喜宿主获得腾龙集团百分百股权,启动日流程序,记忆载入中 这,这可能是 我还以为,十三他恢复记忆了呢,我们到底该怎么让十三彻底恢复记忆呢? 迪琴,紫白后来没再醒来吗? 没有,从昨天突然醒来后,之后便再也没有动静了 阿水,紫白为何会知道十三失忆呢?按照昨天紫白的状态,好似十三丢失记忆会很危险 是啊,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 你们都在呢?正好我要说个事情,刚刚公司股权出现变动,十三又再次成为公司董事长了 难道又是十三那个系统送出的? 真的?好的,我们等会就到 迪琴姐姐,怎么了吗?刚刚医院打电话来,紫白和寻妖有苏醒的迹象 总裁,主人来了 真的,快让他进来 十三,你来了? 呵呵,都在呢 十三叔叔好 臭小子,爸都不喊,喊叔叔 咋的,你这是憋着要造反了 什么? 各位美女,好久不见啊,再次见到你们真好 姐姐,这么多年辛苦了 十三,你,你的记忆 是啊,恢复了,让你们担心啊 十三,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 快说,你到底是谁,为何要杀幽魂? 哼,一群蝼蚁,赶紧放了我,不然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 你TM的事,看不清形势对吧?你的小命都在我们手上了,你还乍乍乎乎的,咋的,贤命硬?快说,你到底是谁,不然我现在就送你一程 别别别,我说,我是蔑视大人的使者,这次我来只是为了帮助蔑视大人调查一个人,杀幽魂只不过是无意之举 调查? 调查谁? 调查一个叫十三的人 什么? 将你知道的全部事情都说出来 十三,你刚刚说的我有点乱,我屡一屡,你的意思是说,祖星曾经灭亡过,我们当初都死了,在最后关头,献祭自身合力开启穿越之门,助你穿越到五十年前,重新拯救祖星,造成这一切的人物,是一个叫蔑视的人 没错,当年我放弃鸿蒙传承之后,灵魂进入时空乱流,偶然发现蔑视的计划,得知它要毁灭祖星,我费尽心机,成功逃出时空乱流 重生到祖星,为了对付蔑视,我寻找宇宙遗落各处的十三位神奇,可还没找权,蔑视就攻过来了 最后蔑视灭掉祖星,然后你就选择重生对吗? 没错,当时我只能想到这一个办法,可凭借我当时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打开轮回,关键时刻你们出现了 那时候我才发现,你们身上有一落的神奇气息 蔑视是什么样的人? 宇宙曾经存在过高级文明,远超现在一切的文明,而蔑视就是那个文明下诞生的 当初所有人合力将它封印在时空乱流中,随着高级文明的消失,蔑视挣脱封印,势必要毁掉宇宙核心,祖星报仇 十三,你刚刚说我们继承了神奇,可这也没有十三那样,我们才九个人 我在轮回后,遇到紫白他们才明白,紫白,寻妖和香儿也是神奇的拥有者 在我穿越之前他们并没有出现过,我穿越之后,意外发现他们进入我的轨迹 于是我便将逆行功法传说给紫白,面目十八首传说给寻妖 而香儿,我将她安排进入凤族,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我便正式进入轮回 重新走一遍人生,彻底掌控天岛 也就是说,紫白,寻妖和香儿他们就是剩下的三位,那还差一位呢 我继承了剑神神奇 那你明知道,我们牺牲可以帮助你掌控鸿蒙,为何最后还是要牺牲自己呢 我还是忍受不了失去你们的痛苦,不过这一世子白和寻妖的出现,改变了最后的走向 是他们进入时空乱流,将我救出来 那紫白他们的昏迷也是你 是的,我们三人一起突破时空乱流,都受了伤,为了保护他们 我让他们进入沉睡,自我修复,之后我便封锁记忆 为了防止我失忆太久,面试会打过来 我就制作了一个系统,触发条件就是同时遇到你们,而解开记忆的枷锁 就是让我重新掌控腾龙集团 可我没想到,这一失忆就是十八年 袁氏,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按照他的说法,灭氏的最终目的就是毁掉祖星 大哥,咱们必须要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没错,这里是我们的地方,不容得任何人染指 但他为何要找十三呢?走,去找十三 他怎么办? 先进古代走吧,说不定留着还有用 事情里面,真是废物 紫白玄妖,这么多年辛苦你们了 十三哥,你可算恢复记忆了 你再不恢复,我们都长毛了 别闹了,面试已经攻过来了 主人,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面试能过来,应该是收集了全部的时空之书 现在想要,啥他不容易啊 如今的办法只能将他封印在时空乱流中 没错,如今只有这一个办法 十三,你,你终于回来了 香儿,对不起,让你担心啊 接下来还需要你的帮助 如果我们这次有幸活下来,嫁给我吧 怎么了,不愿意吗 我愿意,我愿意 我等了这么多年,就为了你这句话 十三哥,接下来怎么做 紫白,你带着他们前往各自的神奇 我们稍后再见 还不成福吗 再打下去,你们的小命可就没了 要杀便杀,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哼,这个时代文明的人怎么一个毛病 明明打不过,却还要嘴硬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你们了 大哥,看来怎么这次要宰呀 先生,我同意了吗 十三,没想到你真的还活着 你们三人能从时空乱流逃出 不得不说你们很有本事 可惜,天才就要陨落了 穿越轮回,历经忘苦,灭世,无数年了 我历经种种磨难 不惜再受离悲之苦,窝离之痛 为的就是灭掉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哈哈,你不需要明白 你只要明白,今日就是你的灭亡之人 大言不惨,就凭借你身后的这些虾冰蟹匠 十三,有时候数量多可不是好事 人多可能会成为你的负担 人多有人多的好处 若我法界听我号令,你也是 十三,没想到你的功力渐长 可惜你这只能封印我一时 却封印不了我一世 你如果只有这点能耐的话,够悬啊 谁说这招是来对付你的 我只是不想你看到接下来的场景逃跑而已 灭尸,听说过十三神奇吗 不可能 你,你怎么会接触到神奇 神奇已经消亡了 不可能吗 灭尸,十三个神奇我已经凑齐 接下来跟我一起迎接他们的灯海吧 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逆行前空 逆转天命 以逆行动法 重逃不朽传说 杀神听力 杀神责败的灵 以受神之力 运输而行 假如安兽 树为藏球 欲阵不晃 圣神听力 树神学老得力 权不可断 万千无归 水之岸珠 回去天地 水神听力 水神水仙子得力 天来之音 韵律如群 天一神口 胡之间 天一神听力 天一神慕容千语得力 神力之力 强尸如好 神为无敌 祸血之魔 小有天地 游走九州 万福长存 无神听力 无声为明指甘得力 漫步幻境 万象幻化 九州神经 操作所想 幻神听力 万神攻方敌情 得令 月神之音 震撼星灵 万象幻化 月神听力 月神北名音 得令 荡地星灵 飘逸如仙 九州万物 万象徒星 银神听力 银神北名义 玄女之命 命九天 万物之灭 真九天失灵 九天玄女听力 九天玄女 挑母得令 落神之音 鬼离非凡 月白风轻 银不如乱 落神之王 落神王 风轻得令 至今刻意 化身天然 四味入海 入神听力 入神里 成立得令 四天女 天下之尊 神无限 草草千亏与万物 凤神听力 凤神凤晚香 得令 天上天下 六尊 千亏不尊 七海逆流 三分千亏 万象幻微 剑神十三回味 不 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众神听令 且随我十三一旗 一决灭世 十八三百七 天地结局 化 九幽昏印阵 九幽昏印阵 不 十三 我不会放过你的 那也等你能破开这个阵法再说 灭世 给我滚回时空万流去 阴阳相生 五行并列 万物归一 魂归大盗 剑神十三以十三位 神奇为瘾 神明忽悠 风云九天 可算结束了 十三哥 我想吃羊腿 行 羊腿管够 不过在这之前 我先办点重要的事情 啥事情 我还欠他们一个婚礼 卧槽 集体婚礼 这下有得吃了 紫白 什么时候 你也能跟我一起办个婚礼 赶紧吃 再不吃羊腿就没有了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木头 去腰 一根十三的契约还在吗 主人当初献祭解除了契约 不过我后来又偷偷地签订 嘿嘿 德行 不过你做得对 见过鸿蒙君主 你是十三的师父 咱们之间不需要如此夺利 元初大人 你有一个好儿子 你不宜有一个好徒弟 元初大人 怎么没看到他 你说元始啊 之前万事之节 给他开了个玩笑 让他成为反派 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窥盗 他觉得 给你们几点尴尬 躲起来了 创世孙当初的名号 可是让我们好一阵害怕呀 哈哈哈哈 妈 我好想你啊 你都不来看我 若是当妈妈的人了 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 凤族隐居了 你妈妈现在走不开 你有时间就不能来看看我吗 后儿还小 等他大一点 我就带着他 一起去神戏卫免看您 这次多晚几天再走吧 好啊 正好见见我那外孙 干嘛好 好好好 你就是堂堂吧 小旭见过月幕 好好好 咱们这个家族越来越大了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到来 让我们一起 祝福台上的新人百年好合 永结同心 共创美好人生 在今后的日子里 彼此相扶相处 互相支持 守望相处 共同度过生命中的 起伏与风浪 希望他们的爱情 经久不衰 婚姻美满幸福 家庭和谐温馨 祝福他们拥有一个 甜蜜美好的家庭 共同度过生命中 最美好的时光 彼此珍惜 永不分离 我宣布 婚礼正式开始 有请新人发言 感谢各位的到来 感谢屏幕前的宝门 对十三的支持 一切尘埃落定 十三要开启 我的幸福生活了 你们也要幸福 怎么了这是 呆子 你又要当爸爸了 啊 宝门 十三的奶爸生活开启了 再见了 罗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讨厌 你